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六月一號的公視晚間新聞 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涉嫌收賄 護航遠雄在桃園巴德合宜住宅案得標 而葉世文被收押禁見 遠雄董事長趙騰雄 還有前開發部的副總魏春雄 則是各以五百萬跟一百萬元交保 不過檢方不服提抗告 今天是抗告成功 高院撤銷原先的裁定 發回根裁 今天晚上八點半將再度召開集壓庭 而根據瞭解呢 葉世文在營建署長任內 也辦理了領口A7合宜住宅一案 同樣是涉嫌收賄 案情繼續向上延燒 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涉嫌收賄遭收押禁見 除了桃園巴德合宜住宅案 現在還被咬出擔任營建署長任內推動 有遠雄等四家建商得標的 領口A7合宜住宅招標案 也涉嫌收賄 葉世文在營建署五年五個月期間 操守封平並不好 早就被鎮峰處盯上 也鎖定多位營建署高階官員 那間部長陳文仁指示 鎮峰處會同營建署 涉查葉世文任內推動的領口A7 合宜住宅等案 評選過程有無涉及不法 層級沒有上限 營建署二零一一年開始辦核宜住宅 由當時擔任署長的葉世文主導 第一個核宜住宅在新北市板橋福州 第二個就是機場捷運領口A7核宜住宅 由葉世文案情向上延燒傳出中央不會再興建核宜住宅 陳文仁表示住宅政策 不會因為葉世文而改變 但未來中央的住宅政策 會以社會住宅為優先 在大台北地區這個地方 這個土地非常的難尋 目前中央在未來這一段時間裡面 並沒有要興建核宜住宅的計畫 但是我們是會以社會住宅為優先 而臺北地院日前裁定遠雄董事長趙騰雄 前遠雄開發部副總魏春雄 各以五百萬元和一百萬元交保 解放抗告成功 高院認為趙騰雄跟魏春雄犯罪嫌疑重大 案情還在偵查中 交保金額明顯不足以保證 無棄保逃逆勾串之餘 因此撤銷原裁定發回地緣跟裁 最快一號晚上召開積壓庭 葉世文爆發收賄醜聞後 桃園縣長吳志陽第一時間解除葉世文職務 下令三天內將全面清查葉世文粘過的案子 二號將舉行記者會 說明徹查結果以及八德合一住宅是否廢標 記者零星朋友組台北報導